今晚给你分享一个睡前小故事 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 住着一对小狐狸和小兔子 小狐狸聪明而机灵 而小兔子则是温柔善良 它们互相陪伴 一起在森林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它们是森林里最亲密的朋友 也是一对十分相爱的情侣 一天小狐狸和小兔子决定展开一场浪漫的旅行 它们背起行囊 手牵着手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第一站 它们来到了湖边 湖水清澈 宛如尽止 小兔子和小狐狸在湖边看着自己的倒影 相互笑着 在做各种有趣的表情 它们用手指看着天空的白云 想象出奇幻的形状 在湖边的野花 开得五彩斑斓 小狐狸为小兔子采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它 第二站 它们来到了高山深处 小狐狸和小兔子攀上了一座一座险近的山峰 欣赏着山脉连绵的美景 它们用手挖着雪堆 雕出一个一个可爱的雪人 开心地一起玩了好一阵 山坡上小兔子累了 小狐狸背起了它 轻轻地给它擦去额尖的汗水 第三站 它们来到了海边 小狐狸和小兔子踩在了沙滩上 感受着细蓝的沙子流动在脚边的感觉 它们迎着海风 沿着海岸线漫步 寻找着美丽的贝壳 它们一起躺在了沙滩上 看着海浪拍打在海岸上 感受着大自然的力量 这一刻 它们觉得自己和整个世界都相连了 旅行中小狐狸和小兔子相互照顾 互相关心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它们总是手牵着手 共同度过 它们嬉笑着陪伴着彼此 一起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渐渐地旅行的日子接近了尾声 小兔子和小狐狸在星空下互说心场 许下了要永远在一起的视野 它们知道这段里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 更是对彼此更加坚定的爱意和肯定 无论是在湖边的趣闻 高山的陪伴 还是海边的浪漫 小狐狸和小兔子在旅途中更加了解了彼此 更加深爱着对方 它们心中都明白 无论面对任何困境 它们都会携手并肩共同度过每一个难关 晚安哦 好梦